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是根据年龄和性格的 比如扮演年龄较轻 鹦鹉俊秀的一些武将 像周瑜 吕布 赵云 马超等这样角色都穿白铐 每面靠旗上还附有一条彩色飘带 动作时旗子连同飘带飞扬招展 潇洒优美 靠旗不仅仅是戏剧武将的身份标志 在古代战争中它也是确实存在过的 与戏剧的靠旗不同 战场上的靠旗是一杆 还有很多实战功能 在近战中对士兵而言可以起到防护背后劈砍的功能 观察不同颜色的旗帜在战场上的分布 也有利于本方指挥官及时调整部署 发号施令 色彩鲜艳的靠旗在战场上穿梭 还能极大提升本方的士气 靠旗虽然是舞台上的一个小物件 但却增加引人的艺术效果 也见证了国粹京剧二百多年的发展